新手如何在家做好吃的红烧肉呢? 下锅煮10分钟,比较好定型 你要选用这种肥瘦相间的三层肉 半勺水,半勺油,一大勺的白糖 这三样下完之后再开火 用中小火熬,开始冒大泡的时候 那是水蒸气在蒸发 变成密集小泡的时候,这是做反沙的状态 这种柠檬黄是拔色的状态 看到这种枣红色,我教你一招不用急着加水 直接把火关掉,把它迅速搅开 利用锅的边缘温度低,可以迅速把它降温 这样不会对你造成威胁,崩到脸 冷却了5分钟后,直接下开水 做卤水或者红烧菜,少不了糖色 怎么样?感觉还可以的,对着屏幕点亮下吧 锅中下油,把五花肉煎至八变金黄 这是它吃起来肥而不腻的关键 调料下葱,姜,下刚才熬的糖色 这是它色泽红润,冷掉不变黑的关键 如果单纯下老抽,冷掉变黑,色泽也暗淡 加一瓶啤酒去清生香 后下清水没过食材 盐,生抽,蚝油,少不了 准备一包五香卤料包 里面有十小袋,你只要下一小袋就够了 排骨,羊肉,鸡,鸭都可以这样烧 后盖小火烧50分钟 色泽红润,这就是刚才那糖色起到的作用 这样的红烧肉很正宗,肥而不腻 不要再说邪不会的 万一我真的带着肉去你家拜访你呢 就会让得到最后一关 好,嗯,然后这里就会带手 有请,就会带你来